各位同学好 那这个影片的话我们会讲解这个 其中考的事情 然后呢还会复习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 也是其中考的范围 那我们先来复习第一章 那同学可以搭配你的那个上课的讲义 一起看 好我们第一章在干嘛 第一章在想统计是什么 统计是什么 你说统计是从数据中去获取资讯的科学 然后就是从目的目的是为了从数据中去找出有用的讯息 那这个有用的讯息呢是包含了数字 还有他的前后文才会提供你正确的讯息 你不是只能单纯的靠数字 你还必须知道他的前因后果 那为了避免下错误的决策 你必须是去思考那些数字或者图表背后的意义 那统计呢是这个收集整理展示分析 还有解释的一种科学 然后让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做决策 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用排骨汤做例子 我们说一碗排骨汤啊 然后呢你要去试味道 你是不是用汤匙去挖一口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会先搅一搅 你希望这一口汤能够代表你整整个锅子里面的汤的味道吗 所以你利用这样取得部分资讯的方式呢 去了解你的整个母体 然后呢你拿到资料以后呢 你要去整理整理它有没有outlier 有没有缺值有没有不合理的值 整理完以后呢你再用图表去把它呈现出来 用叙述型统计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总结你这一笔资料的状况 接下来这是我们1.1节那个介绍统计是什么的时候讲的 要怎么去定义的问题 然后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 分析资料 然后和结论与决策 那后来在收集资料的方法 我们有提到有control的方法 还有uncontrol的方法 control的方法的话就是用抽样和实验的方法 那不能控制的话就是用观察的方法去得到你的数据 好然后1.2节的时候我们提到说呢有统计分种两分成两种一种是叙述型统计 然后一种是推乱性 好叙述型的话是怎样就是我们图表嘛我们的图表还有什么总结的那些集中趋势和离中趋势那些 就是min啊 median mode varians standard deviation还有range就差不多是我们第二张第三张交的那些东西嘛那些都是我们叙述型统计就是单纯的在叙述型统计 叙述我们的资料的外形是到底是什么就叙述比如说你看一个你要叙述那个人的三维啊 你看到一个美女走过来你不是要说哦那三维什么三十几然后二十几三十几这样子 就是就单纯用一些数字去叙述它或者你把它照下来 然后给人家看哦这个这个妹很正什么的这种 所以这就是单纯的叙述 那统计的叙述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用图表或者用一些数字去描述你的这个资料 好那推论勒 推论的话呢就是你要因为母体的资讯很难获得嘛所以你必须从样本 去获得资讯然后去推 你的母体 去对你的母体下 就是讲说我的母体大概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推论型统计 那为什么需要用推论 为什么要用样本资讯来推论我们的母体呢 因为母体的资讯不好获得嘛 然后有可能是 母体数量太大很难获得啊然后你不去考虑时间金钱成本 之类的所以呢我们用样本的方式 抽样 从母体中抽出 抽取一些样本然后去推论 用这个样本就要去计算然后推论我们的母体的情况 好那这边的话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去年啊就有同学就问我说呢 现在样 现在那个 资料那么好获得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样本 这样母体才是最准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得 就是去搜集所有母体的资料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搜集样本的资料 所以我就跟他说呢他下次啊 去医院那个抽血检查的时候要跟 护理师说呢 记得把我的血全部都抽出来 因为我不要你抽样本 我要你抽母体 好这是一个笑话 讲完了 有笑吗 没有笑 的话 再重听一次你可能就会笑 好我们回来 好我之所以讲笑话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我录影片的时候都没有讲笑话那 可是平常如果正常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些 统计小笑话吗 所以 要快补充一下笑话才不会大家没有听到那个这堂课的那个精华所在 好那我们回来 好那我们说那个样本出来的是什么 是统计量 样本出来的是统计量 统计量是statistic 母体出来的是什么是参数 parameter 好所以用统计量去估计我们的参数 然后 那我们除了提到这个母体样本population sample 然后 此外呢我们还有提到其他的一些名词 比如说观察到的那个 个体实验单位 那些 experiment unit 或者是什么我们有兴趣的变数 我们变数variable 可以进行为 好那bearable呢 又翻成怎样 翻成 参数值型的还有类别型的 有分成这两种 数值型的就是单纯的数字 是一个值数值嘛 就是数值 那类别的话就是不是数字 他是给他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我们就叫他categorical 反正他就是不是数字 就是一个名词那样子的概念 好那数值型资料呢 数值型资料的话就是数字嘛 那数字的话又分成离散和连续 离散和连续 离散是什么 离散的话就是是整数的 是可以计算的 就几个人几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这种就是离散 可以计算的话我们叫做离散 然后他的这个数值是有限的 那连续呢 连续就是无穷的嘛 他是无穷的数值 所以他的就是中间有小数点的那种 你的身高你的体重都可以是无穷的 所以他可以有小数点的 这些那就是我给你一个东西 那你要去会辨别他是类别型还是数值型 那他如果是数值型的话又是 discrete或者continuous 这课本有很多例子 或讲义有很多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张的最后一节 1.5节的亮度尺度 那亮度尺度我们说 n-o-i-r n是什么 就是名字name name的话就是明目尺度 那明目尺度呢就是单纯的名字 类别 单纯的名字单纯类别 然后呢 他就是 没有那种什么顺序的关系啊 也没有数字的关系 他就单纯是一个名字 比如说种族性别 或者是你那个球衣的背后的号码 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 或者是你的id号码 你的身份证号码 你的那个 邮递区号这些都是单纯的一个名字 那ol ol ol是什么 ol是order的意思 就是有顺序的意思 顺序尺度是ordinal的词 ordinal的意思 好顺序尺度呢就是他的这个顺序是有意义的 虽然还是名词就比明目尺度在上一层变成顺序尺度 就是原本的名字 可是现在变成有意义 的顺序 可是呢那个差异没有意义 对他只是说呢这个名字有那个 高中低 好不好的 这种概念就是有顺序的概念 可是他不能做 这种加减乘除 他的那个 每一个每个名词 之间 的差异是没有意义 你不知道说这个好跟不好中间的差异是什么 他们的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种 order的资料或者是这种有排序的rank的资料 好呢下一个这个by interval interval 区间尺度 区间尺度呢 是什么 就变成又在上一层了吗 像变成那个刚才刚才是差异没有意义 然后下次差异 有意义 所以这个差异是有意义的 就你要 考虑他那个difference 是有意义的 还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的 零 他说没有这个natural zero point 零不代表 不存在 对不对 零不代表不存在 比如说温度零度不是代表没有温度 然后还有什么球 鞋号衣服号码 size 0也不代表是 美不存在 然后来 区间尺度的话你可以做加减 但是你不能做乘除他没有乘除的关系 就加减的关系 就是你不能去 比较他们乘除 就除除出来的关系 比如说 80度C跟40度C 是两倍 没有人这样讲吗 我们只知道 我们只能做 那个加减不能做乘除 你只知道说 30度C跟40度C是差时度 80度C跟90度C是差时度 这样子 好最后一个是比例 比例就几乎是所有数字 就是我们的比例尺度了吗 比例尺度 好比例尺度他在讲什么 就是零啊零是什么 True Zero 他的出 我们的True Zero 表示零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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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就是真的不存在 所以这个零是有意义的 那Ratio 尺度比例尺度的话 就是加减乘除都可以做 好那我们通常那个 类别型的资料 是N和O 那数值型的资料 是I和R 这两个是类别型的 然后通常 I和R是数值型的 好那这边要记得要你要 知道要怎么去分辨这个NOI 那我们有讲说亮度这个尺度 取决于度量的过程 而不是他本身的性质 一箱蛋的重量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 描述他吗 你可以用比例尺度去描述他 你也可以用顺序尺度 描述他 看你用什么去度量 这个东西 他就会有不同的尺度 所以你要去看他度量的过程 好那这是我们第1张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张 那第2张基本上就是一些视觉化的东西 就如何把我们的资料用图 的方式去呈现 视觉化 那我们有提到说就是 根据不同 的变数形态 然后 要画不同样的 图嘛 我们翻成类别和数值形态的来探讨 所以我们要 用这个不要用数字 而是用图的方式去了解我们数据的样貌 去了解我们数据的关系 那类别型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frequency table 知道每一个 类别 他 出现的次数 有几个 然后有了这个次数表 我们可以去画 Botplot Pychart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plot也可以 好这是给类别型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的图 那数值型的资料勒 一样.plot可以 然后还有什么 steam and leaf 经验图 然后还有histogram 那histogram后面有延伸出来那个polygon 还有他的那个类基图嘛 好那这边的话第2章部分当然就是你要会画那些图 然后 我当然不会叫你画 但是我可能会给你图 然后你要选哪个是正确的 像我们考古题那样 然后或者是你要透过那个图你要会去interpret 你要会去解释那张图 你要看得懂那个图所代表的意思 第2章就是差不多这样就是你要看得懂 那些图代表的意思 然后知道说有这个图的时候 要怎么去解释 要怎么去看说那他所呈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好然后就第3章 第三章的话那我们就是用数值的方式 去描述我们的资料 好我们去描述我们的资 什么资料的什么东西呢 去描述我们资料的离中趋势和集中趋势 好我们集中趋势我们只要用什么描述呢 你可以用命 你连 还有mode 平均数就全部相加出于他的size median呢就取中间的那一个 mode就是最多的那一个 那什么时候要用什么 然后还有 什么样的形态要用什么 还有有outlier的时候要用什么 这个我们课本上都有提到 讲义也有提到 所以请同学我那个讲义上有帮你们做整理了 请同学要看一下 那离中趋势的部分呢 我们提到range 就是最大值减到最小值 variance 变因数 还有standard deviation 那我们有提到variance 跟standard deviation的关系就是 variance开根号就是我们的standard deviation 那之所以开根号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的单位 当我们在描述一笔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样的单位 你的min的单位 跟你这边 集中趋势的单位 跟里中趋势的单位要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 必须用min搭配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把variance 开根号 让它变成 那个单位跟min是一样的 就变成standard deviation的方式去 描述我们的资料 然后我们看看我还有讲 看一下 讲义还有什么 然后我们还有提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变异系数 当你要去那个描述 两笔资料的时候呢 你要去比较哪一笔资料的 变异比较大 我们可以用变异系数 那我们说有看到这个系数 两个字的 都表示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你就是把 他等于是用一个 算数的方式 把那个单位去掉了 所以你就可以去比较 两个 不同单位的 资料 他们的变异 程度 你就会知道说 哪一组数据 他的变异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变异系数去 做比较 另外在这一章 我们还有提到 这是那个 S除以 S吧 这样就没有单位了 两个单位一样嘛 消掉 然后我们这一章 还有提到说 如果你的资料 一个新的资料 它可能变成是原来的资料 乘以一个Constant 或者是原来的资料 加上一个Constant 所以我新的 命 新的命 YBar 还有新的Standard Deviation 跟我们原本SBar 和原本的Standard Deviation 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讲义也有 我就不提了 只要看一下 他们是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好那第3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第3章 最后面的部分 我们有提到这个 经验法则 还有Trabby Chef 经验法则的话呢 经验法则是什么 经验法则是什么 6 8 95 99.7 那你要记得经验法则的前提是什么 一定要是这个中型分配 中型分配 Bail Chef 只有当你知道你的资料是属于中型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用经验法则 那经验法则来说 当你的资料在那个 一个Standard Deviation的时候呢 它是占68% 正负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再正负两个Standard Deviation的时候是95% 在正负三个Standard Deviation的时候是99.7% 所以这个关系要记得 X 加减一个两个三个Standard Deviation 是这个 6 8 9 5 99.7的这个关系 好那一定要是中型分配就是题目一定要给你说它是中型分配的时候你才可以 使用Empirical Rule 那如果题目没有给你它是不是中型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什么 就用Trabby Chef 当你不知道你的 那个Distribution是什么样的形状的时候呢 你就用Trabby Chef 那Trabby Chef呢 还有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形状 不确定它是不是Bail Chef 或者是它有偏 只要它不是Bail Chef 它不是对称性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Trabby Chef 那Trabby Chef在讲什么 它说呢 至少 1 减掉1 除以K平方 的资料 是介于 X bar 加减K Standard Deviation 对不对 那这边它所谓的at least 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书线 然后呢 我算出来的界线是A和B 它是说什么 至少 1减K%的资料 就是1减到1除以K% 的资料 是有可能 在 A到 B之间 写个资料 或者是呢 怎样 在 就是大于A 或者是呢 小于B 可以 这是它的那个定义告诉你的 就它的那个 不一定有下限上限 它只是给你说它的一个 就是可能会是 在这个里面 或者是小于它 或者是大于它 这是at least的部分 你就知道说只要是在 在 这一块区域的话呢 我们把它叫做 至少 好那至多的范围呢 至多 至多的话就是以外的 紫色的是至多 好至多的话在讲什么 它说 最多at most 我写在这里 at most at most 1 除以 K平方 的资料会是 小于 A 或者是 大于 B 或者是什么 小A 或 大于 B 这样子 这边都是资料 大点 大点 这就是我们 Trabby Chef的关系 他说呢 至少 1 减掉 1除以K平方的是 在这个范围 或者是 大于A 或者是 小于B 至多呢 至多是 1-K平方的资料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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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A 大于B 或者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都可以 好 这是Trabby Chef的概念 好 那这是我们 第3章的 部分 看第4章 第4章 是在讲 那个资料的位置 呢 资料位置的话我们提到有什么四分位数百分位数啊这些的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用那个 如果我叫你去找百分位数四分位数的话要怎么去找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呢去描述我们的资料 就是要多提供你另外一个方式去描述你的资料 然后我们有提到这个five number summary 武术总和 那武术总和有什么min q1 q2 q3 还有maximum 那你只要有这个武术总和的话你就可以去获得很多资讯嘛 比如说什么range啊 然后IQR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IQR去检查有没有outlier 这些都是你这个也从武术总和这边可以去获得的一些资讯 那除此之外呢你又可以画什么box plot box plot怎么画呢 这边是q1 然后这边是q2 还有这边是q3 这个到什么 最小的fade outlier 这边到最大的fade outlier 然后你找出那个1.5IQR 1.5IQR 然后那个看他有没有outlier的线 然后如果有的话就打一个信号 你可以透过box plot去了解你资料的分布概况 那你记得我们的这个是什么 这边是25% 这边是25% 然后这边到最大的也是25% 这个到这边如果最大只在这的话这边也是25% 那你可以透过这些关系 然后或者根据他的distribution的关系 去了解说你的数据大概占了多少百分比 那这个我们考古题有类似的资料可以看 类似的题目可以看一下 好那这边的话你当然 那那个box plot的interpretation要会吗 就右偏左偏吗 还是是不偏 那我们刚才前面忘了题的讲那个 我们在讲秘密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右偏左偏的时候 他那个秘密点的关系 不偏的时候是不是都在中间 秘密点mode都在中间 然后这个右偏 右偏的时候是什么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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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MOD 这个是MOD 你就记得MOD是在最高的点 如果这边没有画很漂亮 MOD是在最高的点 然后MOD是在中间 然后因为尾巴很长 所以MOD就会被拉过去 好 所以这个三个的关系要记得 好 然后就我们的第五章 第五章比较麻烦一点 第五章在讲我们的几率 再讲一眼 几率 然后我们有提到什么 随机是什么啊 说那个短期的几率现象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然后呢 可是长期下来他会找到一个pattern 就是长期下来你会发现到他的一些特征 是有规则的 然后就可以预测 所以这就是我们几率概念的基础 所以我们说短期几率现象你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长期下来会呈现有规则 可以预测的模型 这就是我们几率概念的基础 那随机呢 随机就是描述某种长期下来才会出现的规则 叫做随机 那我们说一个随机现象 它的任意一个结果的几率 都是介于0到1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几率是介于0到1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重复多次下 我们的结果会出现的比例 我们会是知道的嘛 就是什么头100次的骰子 你知道每一个出现的数据 都是差不多是六分之一这样子 就长期下来的规律 你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几率概念的基础 然后我们还有提到随机试验 随机试验是什么 实验前你知道所有可能的结果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发生 对不对 实验前你知道所有的结果 你丢骰子 你知道123456其中是你的结果 但是你不知道123456哪一个数字 会出现 这叫做随机试验 那每一次的实验 我们把它叫做trial 每次实验叫做trial 然后来实验所观察到的结果 来叫做outcome 那每次试验的话 只会有一种结果 好 s是你的样本空间 样本空间是什么 所有实验的结果 是你的样本空间 event 事件 事件是样本空间的集合 那simple event呢 simple event 就是其中一种的结果 叫做simple event 可以吗 那我把这些写下来 好 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些 我把它写下来了 那你们就看一下 然后这几个刚刚提到的名词 这个讲义上都有解释了 就自己看一下 知道这些名词的意思 那我们有提到说呢 几率分成什么 固定几率 relative 经验法则 或者是个人几率嘛 几率分成这三种 所以呢一样就是给你情境 然后呢你要去分 说这是什么 固定 但是属于固定吗 还是属于经验 还是属于个人 那固定是怎样 固定的话就是每一个次数的 每一个那个事件发生的 都是几率是相同的 都是n分之一 如果有n种 n种事件的话呢 每一个都是n分之一 这就是固定的几率 那经验法则呢 经验法则是说根据我们 实验的历史资料 根据我实验呢 还有历史资料 这些 我知道说呢 它会是以频率来表示 以事件出生 出现的频率来表示 是经验法则 那个人几率又叫主观几率 就是呢 我单纯 我对这件事情相信的程度 对这件事情发生的信心 就是个人几率 那不管是哪一种 它的那个 几率都是介于0到1 然后所有事件加起来是 就一个sample space里面的所有simple event 几率总和是1 sample space的几率是1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提到一些 就是计算的方式 就是要去算几率啊 有可能是这个union union是or 或者是intercession intercession是n intercession是n 那我说因为这个长得很像n 所以就这样记这个是n 然后这个就是union or 好 a或b或an的b 那你可以透过这些 然后 透过它们那些关系 然后搭配我们的一些法则 然后去做那个几率的计算 比如说addictive rule addictive rule addictive rule在加什么 a unionb等于a加b减掉交集 那你只要有其中几个你就可以去推另外的嘛 然后跟addictive rule比较很像的另外一个叫做multiplication rule 一个是加一个是乘嘛 上面的是加下面的是乘 好multiplication rule在讲什么 它说呢如果说交集的时候a交集b 你可以把它写作a given b乘以b 或者b given a乘以a 就是你可以用conditional probability 这边是用条件几率去把它做 就是这是跟条件几率有关的 有关的那个一些几率法则 所以你可以用条件几率的方式去把这个multiplication rule推出来 那条件几率呢 是什么 a given b 等于a交集b 处于b嘛 或者你要用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就推过去 a交集b 在这边 a given b在这里 那等于a交集b处于b 那一样如果我要b given a的话 我会用a交集b处于a 好这是条件几率的部分 然后还有 互次 我有提到那个爱情商关系嘛 爱情商关系是什么 dependent, independent 还有 mutually exclusive 不独立独立 很互次 然后互次的情况表示什么 两个没有共同的交集 你来我就不来嘛 就闹翻了 所以交集b是一个空集合 所以我可以去检查他们两个的交集的几率是不是0 如果交集的几率是0的话呢 就表示他们是互次的 那如果是互次的话 我的addictive rule 交集变成0嘛 所以这一块变成0 addictive rule就变成a加b位 可以用他们的连集去检查 检查说他是不是互次 好,然后独立 独立的话是什么意思 独立的话我们是检查 a交集b 等于a乘以b 独立就是说我来不来 跟你来不来是完全无关的嘛 我们彼此是独立的 我不会影响你 你也不会影响我 所以就是两件完全独立的事情 发生的几率就是各自发生的几率相乘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检查两个事件是不是独立的 好,然后还有这个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law of total probability在讲什么 一个事件可以拆成它跟其他事件的那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乘以其他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我们那时候用law of total probability的时候 我们的讲法是我们不是画了这个图 这边有一个事件1 然后呢 还有一些 我这个整个sample space 是用这个f事件构成的 然后我要算1的话 我就算他们的交集的方式 加总去把它算出来 这是我们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然后还有提到这个倍式 背式是什么 背式的话就是有prior posterior的那个probability 我原本知道prior prior就是a事件 就单纯的知道a事件发生的几率 然后来我像givenb事件发生以后 就是给我了一些information进来以后 变成aconditional在b事件发生 就是新的information进来以后呢 我的a会变得怎样 prior和posterior的几率 那这个可以怎么算 a交集b 那其实这个除以pb 然后pb的部分 我们把它用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去把它展开 去把它展开 所以就是b givena发生的几率 加上a没有发生的几率 papoint的几率 那我们那时候有说 这个有点像weighted的概念 就是a发生然后b发生的几率 和a没有发生b发生的几率 然后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关系呢 去算出我们想要就帮助我们去做计算 那我们有提到说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概念是怎样 ab嘛 两个事件 我想要求a的几率 我原本想要求a的几率 然后呢我现在把原本的空间 原本的sample space的空间 去转到就单纯看b就好了 就从这个原本sample space的空间去变到一个 就conditional在b的空间上 然后呢我刚才要求的这个a发生的几率 像a发生的几率变成是conditional b要发生以后 a才会发生所以变成这一块 那这一块是不是a交集b 占我原本的b多少百分b 就是用这个概念去算它的几率嘛 所以加个p 不是就是我们的a given b的几率了吗 就是这样子算的 这是我们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概念 好那这就是大概我们 嗯 哦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排列组合的题目 然后这是那个 嗯 最前面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个counting的题目 那排列组合的题目 就是像讲1还有课本那种 嗯 对我们一直讲庭院生生生情绪嘛 对那就是排列的题目 然后组合题目的话就是多少去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画树状图 所以呢如果说你有那种不同的stage的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画树状图 画下树状图 比如说一开始是a事件有没有发生 那后面是这个b事件有没有发生 所以我们先发生a事件 先发生a事件的几率 就是pa和paplump 那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两个相交等于e啊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pa的话 你paplump就可以用e减掉的方式去算 好然后这边呢就是等于是 我a given a发生以后才发生b的几率 所以这个是given a发生以后发生bplump的几率 那下面一样以此类推 所以这边两个相乘pa乘p given a 就会变成什么 就是y a交集b的几率 然后这边就是a交集bplump的几率 那下面一样以此类推 所以从树状图呢 我可以推得两个的交集等于a乘以b given a 那么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些conditional point probability 这边 ab等于a乘以a given b 或者b乘以b given a 这个我们的multiplication rul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好所以当你看到题目是包含这种不同的步骤的话 那你就可以画一个树状图 帮助你去做计算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五张的部分 同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万圣节要到了吗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 应该是万圣节要快快要万圣节了 那万圣节的时候大家都想去party 万圣节当然要打扮一下 那最近比较红的可能就是扮游鱼游戏那样子的 穿那个那些服装 那这样太无聊了 大家都是那几个游鱼游戏的角色的话 那不是很无聊吗 所以啦 数学里面我们这些统计数学呢 有一个零 他就想说呢 他要一起 他也想去参加这个万圣节party 所以他就想说他要跟人家不一样 他要走数学统计路线 他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统计学家 所以呢他就洗上了腰带 他就变成sita了 那他觉得还不够 不如再戴个帽子吧 他就变成sita hat了 所以呢sita hat就去参加了 这个万圣节party了 觉得不好笑吗 没有关系 我还有另外一个笑话 另外一个笑话就是 只要有心 天天都是情人节嘛 对不对 所以呢等一下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传给你那个亲爱的 人 那如果你没有亲爱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传给你亲爱的爸爸 或者是你亲爱的妈妈 或者你传给你亲爱的老师也是可以的啦 好这是什么意思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你都上了第五章 这是什么 那就是I choose you的意思啊 是不是很浪漫啊 那这个呢 这个就比较不浪漫 这是好像是那个 嗯 资讯 资讯 资讯不知道哪间 306之类的 资讯 某一间教室 他的那个墙壁办家写这个 这是什么 一样的意思吗 跟刚刚那个差不多 就是 西天取经 哎呀怎么一直画不好 西天取经 有孙悟空那个 好 好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啊 这个比较浪漫吗 好 好 期中考前的笑话 都在今天讲完了 可以吗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期中考的一些小事情 期中考是一如下 我们期中考是在11月4号 四 啊 礼拜四一点十分到四点 然后呢是实题考试 我们会分班考 不同学院的同学呢 请到你指定的教室 因为那个防疫的规定嘛 就是只能80人以下 所以我大概算了一下 然后还要符合那个 如果超过80人的话 要符合那个什么 一个人要多少平方公尺 那个规定 我都有算过了 所以这是大概的情况 那那个 登记要用电脑考试的同学的话 请到306教室 商管306就是我们原本上课的教室 好 那我们的考试是open book open notes 可以带任何的笔记 讲义 或者课本都没有关系 然后呢 你也可以带计算机 但是不能用手机 计算机是任何 就是普通的计算机 或者是我们的工程用计算机都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的考卷的那种比较复杂的计算的话 我就是直接把算式写出来 我不会要你去把它撑开来或展开来 那一般的话 我觉得那个依照 台湾人就是从小磨练的程度 应该那种基本数学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算没有用计算机 问题也不会太大 那我会 如果你说你真的考试的时候发现说 你需要用计算机的话 那你可以举手跟助教计的计算机 那我们考题就是像考古题那样 整个就是考学院的长相也跟考古题那个长得一样 那总共是35个选择题 每个是1分 所以总分是35分 题目 我们的那个考试范围的话 就是我们lectronauts的1到5章 也就是课本的1到4章 那没有 那个上课没有讲的地方 课本有 可是上课没有讲 那个部分就不会 好 那个我都有写在 写在我们 我们的木斗上了 就是哪几张没有cover到 我都有写 好 然后呢 所谓的用电子设备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的笔记啊 或者是你的讲印 那些在你的iPad或电脑里面 或者任何 就是反正电子设备 除了手机 除了手机 除了手机以外 其他的电脑设备 或平板里面的人 那你可以去Moodle上有一个那个表单去填 填写好以后呢 到时候你就去商管306考试 那你要自己 你自己的那个电子设备 因为我们没办法提供 所以你要自己带你的设备 但是那个用电子设备的同学要记得 你只能用你的电子设备呢 去看你的这个笔记 或者你的eTestbook 这些的你不能就是不能用LINE 或Messenger跟人家传来传去 我们主教都会站在你背后 仔细的盯着你 那其他同学也是一样 考试就是考试 不要想说做一些有的没的的奇怪的事情 我考试的话呢 我允许你只能跟一个人作弊 那个人就是你的助教 你只准跟你的助教作弊而已 那所谓的作弊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看不懂题目 你就是想不出来到底要方向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你真的不懂 你都可以举手问你的助教 你的助教会帮你翻译 帮你解释 帮你影响正确的道路 好吗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就问你的助教 你的助教都会帮助你 就是监考的助教 你想想看 你看别人的又不见得 别人也不见得是对的 他可能那个 其他科考的很好 可是同级可能就是考不好 我还记得以前上快级课的时候 然后我们班有个男生 找了一个同学来代考 结果那个同学把他考的20几分而已 反正更惨 所以啦 还不如自己考 然后有问题就问助教 助教真的会帮你 助教就是 他虽然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 可是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正确的路怎么走 这样子好不好 就考试真的不用太担心 有什么问题就问我们监考的助教 然后就放宽心的好好的准备 我考试也不会太难嘛 你写过考古题也知道了 然后平常之前过去的经验 就是大家分数也都是差不多 就是一个常态分配或者是诱偏啊 这样子 那所以不用真的不用太担心 好就好好的准备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考试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来我们的TA课 有很多很多个TA了嘛 那你就是按照那个我们分班的那些 然后去你的TA课问你的TA 然后或者是你要email我跟我约时间 什么的都可以 好那就祝大家考试顺利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好那就这样咯 谢谢各位同学 你们俩都是这样的 刚在现在是想起来 regulators 好更好 先做好 你什么想起来 别忘了